Hello 生農感受的能量篇 今天我们继续讲墨轮 墨轮是坊间有很多版本 即是它管什么东西 还有什么轮又叫什么名字 我想讲一些不同的东西 底轮或者海底轮 它的元素是地元素 或者中国人比较喜欢叫做土原素 那你觉得怎么样 不太明白 我解释多一点给大家看 它是跟我们身体里面最实正 最硬的东西有关的 例如我们的骨头 关节 肌肉 筋膜 这件事你发觉很interesting 因为大自然间 整个宇宙 我们人类都是的 是地水火风空五种元素去构成的 小朋友 他们最强的就是地元素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一至六岁 就是under地元素 即是底轮的管轻范围 所以你看到这个时候 兽子是爬来爬去地上 最接近大地 而且他们即使开始会站起来 会走路 他们还是最贴地 就是会在地上滚 我们大个早上当然不会 OK 最接近大地的时候 而这个时候 亦都是他人生的记忆 他人生开创的阶段 所以这个时候的我们 是所有的能量 都是在底轮 在脚这些地方 所以这些小朋友 是喜欢走来走去 很活跃 你叫他停他不停的 一些能量 都在脚那里 即是底轮的管软范围 所以骨头就开始疏松 开始关节 开始不等着 然后他人开始越来越累 肌肉萎缩 去到很老的时候 甚至会好像皮和肉分离 你会见到 那些青筋走出来 好像河道 然后整个人好像缩水 连高度都可能会变异 这个就是地元素 开始萎缩的一个征状 那么你的征状就是 血压越来越高 然后所有的能量都移上去 血压越来越高 这是能量的角度去解释 血压越来越高 然后移爆了 就爆血管 你发觉 血压很高 然后人不想动 就是那个能量的转移 就是由地元素上去上面 成为这个空和风的元素 在上面 OK 所以我们为什么说 为什么底轮那么重要呢 包括皮肤的人 血压越来越高 我要它是增加地元素 我经常跟客人说 不论你是有抑郁症 还是你是血压高 还是经常想不通 周身病痛也好 我都会请大家 最主要是要塗底轮 还有我们有一枝底轮的油 用跟底轮相关的精石 和花草 然后选择底轮的日子 底轮的时间去做 然后塗在这个宽关节的位置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地轮 就是塗在脚底底 将来我会塗在这个大地轮 它跟大地的密博有关 然后我们会踩石仔 塗满摩石 踩在你的脚板 屈在最粒的位置 整只脚只有一个月位 就是这个涌传月 其他全部都是反射区 不是月位 我见很多人都说错 脚底有很多月位 其实脚底不是月位 是反射区 只有最粒 你把脚这样曲弱的时候 最粒的位置 就是涌传月 塗油 踩在石 然后把你的身体多余的能量平衡 不要全部升上去 因为老人家 中年开始就是这样 开始全部向上移 然后就头昏脑脏 然后就谷到头很痛 暈 想什么都不清楚 这个时候你要把你的大脑上的能量 降到底轮 你会发现你的脚有力 你会有干劲 你起码会想先动 如果不是 全部的能量向上移 就会弄爆了 全部都是讲平衡的 我们下一集再见 你只能是内存 你